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弗兰索很高兴你又回来了 弗兰索好 杨茜你好 好的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先给观众介绍一下HIV的基本知识 比如一般定义以及它是如何感染的这些描述 我认为呢很多人对HIV仍然有一些误解 HIV感染和艾滋病之间的区别 HIV是一种病毒就有点像新冠病毒是一种病毒 它代表它会影响人类免疫系统这种病毒 以此影响人类呢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 所以患者在最终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会使于一些本来不会影响到正常人的一些细菌或者感染 回代HIV者呢到晚期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艾滋病的时候 就是感染HIV一般来说 在大概十年的时候都会进入艾滋病的 要是没有治疗的话 都会进入艾滋病的阶段 所以这两种病疫是不一样 一个是病毒一个是病毒 好的理解 那它是如何感染的呢 是有很多方式还是仅仅就通过性接触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HIV是通过体液通过性接触传染的 它可以通过血液呢 或者是精液或者是阴导的分泌物都可以传染 大概90%以上的HIV呢都是重新传播 那在其他方面在一些国家也有母婴 就是母亲传给婴孩的传染 或者一些公用针筒在这么注射的时候 毒品的时候会传染 在普通的国家这些还是一些经常会见到的情况 哦这样啊 那我知道亚洲是一个复原辽阔 也比较多样化的地区 那你能谈谈在亚洲的患病率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亚洲地区的广泛 有些地区是挺流行的 有些地区是比较没有那么流行的 特别有些教育比较预防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比方说澳大利亚或者日本 他们病患率是大概在千分之一以下 而其他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比方说泰国 印度尼西亚 它的统计数字也不太清楚 但是估计在泰国大概有百分之一的养口 就已经感染了HIV的 所以在达达国家跟一些在发展中的国家 大概有十倍以上的一个差距 了解 那我们来谈谈后果 就是对男性和女性来说 感染HIV的它的后果是不是不太相同 一般来说 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去谈 在心理生理的影响 心理的影响 和对这个社会或者社交的一个影响 那从生理来说的话 当一个人感染HIV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可能有一些急性的疾病 病发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烧 出现一些皮疹 但是也有大概一半的人 他们可能是没有这样的症状 所以他们自己感染了也不太一定会知道 大概一直维持 8到10年之后 这个病毒会逐渐的影响他们的免疫系统 所以在最初的感染阶段 到最后的阶段 这8到10年之间 这个人可以生活得很正常 尽管这个人人回带着病毒 也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 那到最后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他就可能被一些真菌细菌感染 这些通常不会影响到健康的人 所以他们也有可能会死于一些皮肤癌 或者其他的癌症 而且这些癌症一般来说在健康的人身上也会很少见到 一方面从心理上的影响来说呢 有HIV回带者通常他们的自尊心会比较下降 患忧郁症或者自杀的风险也会更高 就我自己而言 我有一些HIV的病人也已经自杀了 其实是社会的影响 因为现在来说很多患者 他们也不一定告诉他们的家人 所以对一些来说 他会造成的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质病 他们也害怕告诉他们的伴侣 他们的家人 他们通常也不会像其他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得到那么多家人的支持 还有最后一个后果就是说 比方一些想到外国工作或者读书的人 在亚洲很多国家 像新加坡和中东的一些国家 当他们申请这个工作签证的时候 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HIV的检查 那对于HIV的感染者的说 结果是阳性的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拿到工作签证 而且在对很多人来说在普通的国家 当他们买人数保险或者医疗保险的时候 还是有不同的限制 明白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一个 你第一点的那个后续 所谓的生理影响 那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或者说某个性别比另一个更容易感染HIV 一般来说女生在性神会端当中呢 他们感染的HIV的风险比男生会更高 差不多比男生高一倍的风险 那另外就是有刚交的男同性恋结 他们的受感染的风险也会特别高 那跟一般来说阴道交的风险会增加十倍 十倍 好的 那么下一个话题是关于如何保护自己的 有什么不同的方法来避免感染 比如检测或者其他方面 在这里我们就可能有一些专业的俗语 我们会使用不同的保护措施 就像高中的性教育当中使用安全套就是最常见的一种 人们总是被教导就是如何安全的用这个安全套 但是用安全套其实不太可靠 我们也看到很多案例就是有些人在实际上使用率不一定很高 而且他们在享受特别在他们享受快乐的时间 或者在喝完酒以后在毒品的影响下 使用安全套的成功率就更加不可靠 那很明显控制伴侣的数量是很重要的 那有规律的有规律的性行为也有一定的保障 但是现在来说呢 另外两种可以在实际前或者后 使用药物来减低HIV感染几率的方法 一种就是我们叫暴露前的预防 或者我们叫PREP 另外就是暴露后的预防 我们叫PEP 好的 现在我知道这些术语了 那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两个区别 你看这是同一种药物吗 只是在前服用还是后服用的情景的区别 还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药物 打个比方这两种药就有点像就是避孕药 就是事前试的 还有一些事后的避孕药 它们的成分是相对试的 那事实上呢 PREP比PEP就是事前的药 跟事后的药呢会少一点成分 所以当然发生事故以后 病毒已经进入身体了以后啊 那它就需要更加多一些比较强的药 去阻止这些病毒在迪内控制 那所以这是就是PEP 那一般来说通常有三种的药物在一起 那针对HIV的 它本身也是针对HIV病毒的一些抗病毒药 那通常包括两种药 在事前的时候吃 那剂量频率 比如那个PREP 是在性行为前服用几次 还是说一年中每天都要服用 用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种不用PREP 就是事前的预防的话呢 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每天常用的 另一种就是按需要时候才用的 那对于一些每天使用的话呢 它整体来说它的整体的保护性 或者可靠性会更加强 那一般来说每天服用HPREP的人来说呢 在一年减低HIV的感染率有96% 那如果是按需要时吃的话 就是在每次性行为前次的话呢 对于一些性行为没有那么频繁的人来说呢 就一般来说比较适当 它可以在体内的药物的含量 可以不要不用吃那么多药 只要按时服用的话呢 人们通常来说就在性行为前两个小时 吃两个药 然后在24小时48小时的时候 各吃一粒药 那所以就是每次有新行为的时候 只需要吃四个药就足够了 好的 那对于这样一种严重的病毒 你看你说到的96%或86%的有效性 听起来非常棒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考虑服用这种药 或者有没有人不适合服用这种药呢 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或者说只要有性行为的人 都应该服用那个事前的那个PREP吗 很明显它们都是一些抗病毒的药 而且是一些很强烈的抗病毒的药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当糖果那样的吃 在服用的时候 一般来说需要在医学上有盐毒 包括它的规律性和如何怎样去吃这些药 都必须要病人去了解 那长期吃的话监控是很重要 比方说服用PREP的病人 他们需要定期的检查肝功能胜功能 而且长期服用的话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谷密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 但是像很多东西一样 就是风险跟受益是相对的 风险大于受益的时候 我们就一般来说就不会用 但是要是他感染HIV的风险很高的时候 除了安全套以外 再加上PREP的话就是更加安全的一个组合 要是根据外国的定验来说呢 比方说在旧金山在伦敦这些大城市 当他们实行了这个PREP的计划之后 HIV的感染率和新病例的感染率在一两年之内都已经下降了40%到60% 真的吗 那真的太多了 那现在我了解到呢 你们应该是提供一种叫做Tanoem的PREP药物 那跟我们说说这一点吧 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就是买得起嘛 那或者在公共卫生中心是可以获取到的吗 你们提供的这个Tanoem具体是什么 那一般来说呢 PREP它有几种不同的药物 一种就是中文在国内叫苏巴泰 英文叫苏巴格 另外一只叫达可飞 这两家就是美国公司直律的 他们生产的 都是一些非常有效的PREP的药物 而且这些药物在香港的价格相当昂贵 差不多到8000到1万块一个月之间 那Tanoem是苏巴泰的同等药物 或者说我们叫仿制药 它是由泰国政府生产的一只药 那价格来说就比苏巴泰便宜很多 所以在负担能力上 我们就希望可以带给更多人一个 可以用它的一个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负担得起 那对于任何类型的PREP 那公共卫生系统有没有可免费提供的 还是说只有通过私营卫生医疗系统才能获得 在香港来说供应系统的话 它暂时是没有提供这个PREP的 OK 好的 一般来说它只是一些免费的小规模的一些研究 学习或者案例 这些规模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小的一些规模 那在台湾的话 现在在公民的系统 它仍有开始提供这个免费的PREP 不过是特别针对一些高危的群体吧 高危群体 好的 那在香港 在大多数管辖区 它应该都不是通过公共系统提供的 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去找私营的供应商 但比较幸运的是 你们现在是提供这样一种纺织产品 它更便宜 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更容易负担的起 所以它现在的价格是在正常药的 大概零分之一左右 那但是服这种药之前 人们还是需要进行 你提到的持续的体检也好 和医疗的监测也好 而且确保他们可以正确的使用这个PREP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用PREP提到的PREP来结束 那个我记得是叫暴露后 那这是一种稍微不同的药物 它也有价格相对比较合理的仿制的版本吗 PREP的话一般来说它是这些产品都是三合一 或者四合一的平衡 香港来说大概是一万三千块左右一个月 那现在我们比方用Tenel EM搭配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减低大概50%左右 所以Tenel EM它可以搭配做PREP 直到这个整体的价格增加多倍 那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也可能不是你的观点 那么PREP对任何认为自己可能需要这种保护的人来说 它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 一般来说是的 只需要定时俗用 或者就算是有需要的时候 就需要吃四例的话 那它已经可以做到保护 你这个PREP的话 它的28天 28天 少了数 好 那么28天的要我什么 我确认一个数字 是吧 大陆后的话 它们需要吃 好的 了解了 那我今天信息或许还挺多 所以差不多咱们今天短暂的访谈要结束了 但是它虽然短啊 但它应该是个非常严肃的话期 就像你用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 它能够将个人的感染风险降低到95% 或者在社区中可能降低到40%到60% 也有一些治疗的药物可以大大降低个人的风险 所以这总结就是它们有风险 但它们真正需要考虑一些就咨询这些药物的事情 因为HIV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最后非常感谢你的意见和建议 好了 好了 最后就是用意结束的 每月呢 我们都会讨论一个与性传播疾病及其治疗相关的新话题 我们呢 希望通过这个创建医疗集团的Vlog 提升人们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 并学习教育自己更好的照顾自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